我們今次講到釋放的過程 其實在昨天和上星期日的訊息 都講到如何處理魔鬼的影響 如何不受魔鬼的影響 其實在Facebook現在 基本上每一個訊息即時上網 所以很快可以再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人怎麼可以被邪靈影響呢 就是同神關係有問題 罪、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還有在生命裏面有破口 比如被魔鬼留地步、拜偶像、接觸靈界 這些就可以造成邪靈入侵 而耶穌已經得勝 耶穌已經勝過魔鬼的權勢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基督徒 都會被魔鬼的影響呢? 其中的影響就是彼得 耶穌叫他撒旦退我後面去白 你想想當時彼得出於人意 就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人很多時候都會出於人意 就說 哎呀,好煩啊 哎呀,我不願意跟頌神了 我不願意傳歡樂 我不願意做什麼 人都會有很多這些意念出來 其實很多這些都可以是出於撒旦的 但是那次耶穌特別斥責他 其實門徒不單止是那時候 他有不聽話的地方 但是那次特別斥責 因為他難了耶穌去釘十字架 所以耶穌即時斥責他 叫魔鬼不要出聲 也讓他看到門徒有這個心 其實是出於魔鬼的 這就是我們生命中可以有破口 但是耶穌有得性 如果基督徒有耶穌得性 為什麼會一樣有破口呢 問題是這樣的 神和魔鬼對抗是完全是魔鬼 是要完全聽世話的 完全是沒有辦法能救 魔鬼沒有任何的地步 因為魔鬼根本在耶穌面前是沒有能力的 但是在人的裏面 人的群體 甚至在教會裏面 神就不是完全掌權的 為什麼呢 人有不聽話的時候 神很想人家改變 比如我們看聖經裏面 神也想提升彼得 彼得要跟耶穌 但是彼得也會叫耶穌不要去釘十字架 然後後來也會否認耶穌三次 神也想祂得性 但是因為祂不聽話 人有罪阻架 所以神的工作不能夠完全自由 在人身上做功 同樣的教會 我們看到啟示六七封書信 裏面都有很多指責的地方 即是說教會都不是走完神的路 神都是想祂悔改 回到起初的愛心 跟從真理 但是的確七個教會 他們全部都有一些軟弱 雖然有一些 有個教會是沒有提到他軟弱的地方 但是仍然人始終是有軟弱的 那我們自己會不會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時不知不覺地 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負面想法 我們的懼怕 不敢走在神的路上 我們是會被魔鬼影響的 而在末後的時代 魔鬼的工作是會更加強烈的 在啟示錄說到 有三個邪靈 有三個邪靈 鬼魔的靈 但其實不只是三個 因為這三個是領袖 他去到眾王 叫眾王跟神的子民打仗 邪靈進入很多的王 那些王帶著軍隊 即是說王和軍隊都會有邪靈 即是一個集體的邪靈附體 集體的邪靈附體 而在這個時代 我們就看到很多人的情緒問題 更加嚴重 那種自我 其實因為這個世界很多因素 造成人經常玩遊戲機 經常都要有些刺激 就變成自我很強很強 即是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得不到的時候 就很不開心 或者很憤怒 或者很容易受傷害 這些都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在貼受後書二章 就說到這個不法的隱疑 已經發動了 即是一個 英文就是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即是沒有跟從神的界命 這個沒有律法 沒有跟從神的界命 這種神秘活動 即是一個隱藏的活動 即是現在的魔鬼 一直在世界上影響 其實這個世界的道德 一直都跌落 但在某一點 有某些點是特別跌落得快 其中一點在哪裡呢 就是在打仗的時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因為發明了被人藥 而很多士兵 就去了外國 有些死了又沒有回來 或者打仗又沒有回來 那些太太又孤單 有些男人在這裡 又有被人藥 於是有些人就說 有性關係都不會有事 就開始 在很多地方 即是美國帶頭 很多人就隨意有性的關係 然後這個風氣 吹吹吹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性的解放一個活動 另外就是科技的進步 譬如上網 隨時那些人不用再去色情的戲院 在電腦已經可以看到色情的東西 亦都手機、遊戲 令到很多人完全失控 令到他們的自我膨脹 這個都是造成這個世界越來越 這個不法的人一路加強 所以基督徒 我們是會看到不同的人 是會有被邪靈的影響 有些人會有影響 彼得也被邪靈影響 所以其他基督徒也會有被邪靈影響 然後再重要的是 聽到邪靈的聲音 邪靈跟他講話 當然是說了一些負面的事情 你沒有用、你笨 你跟耶穌是沒有用的 這些說話 很多人有邪靈會聽到這些聲音 甚至叫他自殺 這就是他更加嚴重的影響 然後再進一步就是可以附體 或者影響他的意志 附體就是說影響他的意志和身體 但是有些人有邪靈附體 他未必影響 平時不影響的 是有祈禱時才影響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平時那些邪靈就潛伏 但是那些邪靈就會說話 一直影響他 影響那個人 那些邪靈就會招出來了 那些邪靈就會像耶穌一樣的 那些邪靈 那些人就在地上捆 在這個情況 邪靈在嘗試爭戰 或者邪靈很不喜歡 所以他就在人的身體裡在地上 我們知道這些邪靈的情況 第一,我們不要害怕 因為耶穌已經說了 祂賜給我們權命 可以踐踏石頭蝶子 有聖個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滿有什麼能害我們 神已經說了 我們是得性的 我們靠著耶穌得性 第一當然就是我們自己處理罪 處理任何問題 我想問大家 當你知道邪靈這麼真 因為以前我也不知道這麼真 是我經歷聖靈之後才知道 其實我經歷聖靈充滿了 1998年 幾天之後 我就在那個教友 就請我為他趕邪靈 那個教友其實就是一個很軟弱的 其實我當時也不肯定他是不是真的 算了耶穌 他家裡有很多偶像 他就去到這個報道家的聚會 怎樣 他說一進去就不舒服 一出回來 去洗手間又沒事 再進去又不舒服 一出回來又輕鬆 他就知道有邪靈 那時候我未曾試過跟別人趕邪靈 我說那個報道家 跟那麼多人趕邪靈 為什麼你當時不去接受祈禱 他說我害怕 於是他就不敢出去 怕好像那些人 因為有些幾個人抬進去 那時候是98年 99年我參加伏事隊 也是同樣的報道家來到 那時候就請不同教會參與 那我就參與 參與跟別人趕邪靈 那在裡面真的非常誇張 很誇張很誇張 是有人是四個人抬著 一人拿著一隻手 或者一隻腳 那四個人把他整個靈胸 這樣秤進來 那裡有個典 還有一些做一些很古怪的動作 其中一個我見到他 就是一個女生來的 一個年輕女生 一個年輕女生 怎麼可以做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在裡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邪靈的彰顯 然後我自己也有份跟別人趕邪靈 看到神的工作 即是說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幾天馬上就為那個人趕邪靈 因為他說他不敢在聚會那裡接受祈禱 那我就跟他祈禱 祈禱他就覺得有些東西走出去 手指 這件事後來我經歷過很多次 都有很多人說 好像有些東西走出去 其中一個邪靈出去的跡象 有些本來是很繁緊的 或者是喊的 或者是很辛苦的 或者是捱住的 痛的 後來就鬆了 有些就覺得裡面有些東西走 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就很蒙蔽 就是蒙茶茶 好像看到我的樣子 我奉耶穌明看著我的眼 他又看著我的眼 因為曾經有人說 邪靈在裡面 他會在我的眼睛看出來 我就看著他的眼睛 真的發覺是很有效的 怎樣有效呢 其中一些例子 一個就是 有一個人在一個傳統的教會 這個傳統教會的牧師 本身是很開放聖靈的 還有他有另一個旅傳道 也是很開放 那他知道我 其實他不知道我 那時候他不知道 他邀請我 那時候我還未經歷聖年充滿 那些時間是非常奇妙的 那他就請我去 因為那時候我在神學院有教 就教不同的科目 那他就很想我在他的教堂講 聖年充滿 那時候我還未經歷聖年充滿 那我說有什麼要講 看回聖經講些什麼 那時候我就記得有一個教 有跟我說 有一個教有跟我說 他說有一個報道家 他一天幾個小時 甚至十個小時 聖年充滿 我說什麼聖年充滿 有得量度 就是說這幾個小時 都是聖年充滿 有得分別嗎 那時候我就很好奇 然後當這個教會 請我去講的時候 我就運回這個教友 我說你可不可以 帶我去買這本書 我真的買了這本書 跟著買一本書 我就參加這個聚會 參加這個聚會 就經歷聖靈了 然後我看這本書 先看過 因為我還未聖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然後我當我一去了這個聖會 我就看那本書 然後我就知道原來這麼好 所以當我正式開那個教會 講聖年充滿的時候 我就有話說 最初只是想著聖經 就是在實際經驗上 我沒有經歷過 那次我和我一起講到邪靈 後來暸落去 zero 然後我去到教堂 我就有一個女孩 我們一起圈祈禱 奇奇一下 她一整個人硬住 把他硬住 表示把他叫做 就是把他們 Son滴 然後我看著他的眼 thinking Cuivillain 這奉 Ot 他就喊得好像通頂一樣,很大聲 他就告訴我,他很害怕 我說你是否害怕我,他說不是 他是裡面的邪靈害怕出來 這是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說邪靈 而是第一次看得到原來用眼睛看著 有些人來說是很有果效的 有些人說一看著我眼睛就蒙了 這個情況也是重覆的 是蒙的,簡直好像蒙茶茶那樣 有些人會有一個最嚴重的 講到趕邪靈最強烈彰顯的一次 不是他動得緊要 是邪靈的影響程度如何 當我一奉耶穌來趕邪靈,他整個人就暈了 黑了眼,整個人就倒進去 我後來問他 他就說,其實我聽他說話的 不過我完全失控 裡面的邪靈,令到他不能看著我 又不能反應,又不能配合 又不能跟著我祈禱 整個人好像暈了 我說,唯一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因為其中一件事 神給我感動的就是 用吹氣的方法 而我在聖經裡面看到的支持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在門上吹一口氣,他們受聖靈 即是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而聖靈,聖父聖靈是創造所有萬物 也都包括天使,天使墮落變邪靈 所以邪靈也是來自聖靈 不過他很不同 就是邪惡 叫人犯罪,叫人死亡 但他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一樣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我就試過 在我經歷聖靈之後,沒多久 我也是一個年輕的女性 現在那個女性是我第一次見面的 因為我跟另一個人趕邪靈 又是偶然認識一個傳統人 他說有人需要趕邪靈 他想找馬國動 我說他找馬國動 也不知道找了什麼時候 我今天立刻跟你去做 立刻去做的時候 跟那個人趕邪靈 那個人本來說要入精神病院 因為醫生只有一人問我 他失控就是邪靈 不是邪靈 他說失控就是精神病 明天要入精神病院 我還記得那時候去馬加烈 就是葵聰醫院轉去馬加烈 就是在旁邊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他第二天告訴我 他說 現在不用去 不用留院了 現在出院了 因為醫生說你沒事 回家都可以了 有人看著你就可以了 而他同時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來到 穿著一些 business suit 怎樣說 就是女性的 那些女性的西裝 他不是真正的西裝 他不是真正的西裝 總之女性上班 會穿的比較正式的衣服 叫什麼 套裝 套裝 套裝的 就是穿著白色的 整套白色的 那樣子都挺漂亮 又很正經的 跟他講邪靈 不是不是跟他講邪靈 跟他祈禱 就是保守每一個 不要給邪靈攻擊 一祈禱 他沒有多久就笑 笑笑笑笑 在一個醫院 就是在葵聰醫院 樓上 那個電梯口 隔壁那裡 就是電梯口 有個小小的堂 小小的堂 大堂 一個小的大堂 我們就站在旁邊 祈禱 那些人就走路走路 他就在大笑 他笑得很厲害 很大聲 然後開始哭 然後哭了很久 哭了二十分鐘 笑就笑了五分鐘 後來又再笑 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他很敏感性靈 因為他裡面的邪靈還在 其實那次我沒有跟他說邪靈 我不知道有邪靈 後來才知道 我站在那裡 他在我前面 我形容他好像樹枝在大風 我只是站在那裡 沒有站在那裡 就是聖靈的力量一直推動他 後來就在祈禱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跟他祈禱 他那個 就是 漲了 這裡 紅了 就是 那些血管 又膨脹了 我知道有邪靈了 我奉耶穌命 然後祈禱 吩咐了邪靈走 他就不停捱著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說 你吹出來 一吹 又鬆了一點 然後再祈禱 又膨脹了 又吹 但每一次吹 下一次就鬆了 那我就在那次看得到 原來吹氣也是有幫助的 也是耶穌用吹氣 傳遞聖靈 所以邪靈都可以吹氣的時候 傳遞出來 這只是某一些方法 其實不是必然用什麼方法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最重要就是 耶穌有這個權兵 有這個能力 自從那時候之後 我講邪靈的次數是很多很多 尤其是宣教 就是周時是有幾個人有邪靈的 我試過在一個聚會裡面 喊到真的 大聲到不得了 整個聚會 全部是他不斷在喊 不斷在喊 就是不斷有邪靈在影響 也有時候在吃飯 這個有邪靈 也不會覺得好像 要講邪靈 看看要有多少個預備工作 我煮飯 放了一碗飯 跟你趕邪靈 有時候又吃飯 你來我繼續趕 我現在吃飯 就是這樣的情況 去趕邪靈 當我們做慣了 覺得有耶穌 真的看到神很真 就是覺得 完全是 好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很奇特的事 我們也有不少人 嘗試過有滾邪靈 以及放了上網 更加鼓勵其他人 但最重要的是 我想興起是 一些人成為精兵 我們曾經很多人 在這裡被服侍過 但有很多人服侍 我都告訴他們 你將來想要幫人 他說想想想 你一定沒有下文 沒有下文 我希望大家 我想真的有下文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 繼續給神用 而且當你趕邪靈 因為趕邪靈 或者你祈禱的醫治 是很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呢 你會令到你感受到 相信到 神那種真實的同在 那種真實性 當你奉耶穌名 趕邪靈的時候 那種反應 你知道神那種真實的同在 雖然我們都是相信 但是你會在經歷裡 看到祂那種真實的 就是魔鬼的工作 和神的工作 這是會加憎我們的信心 或者你祈禱那個人 真的有嚴重的病 立即康復 這個情況 我們都試過很多次 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你有沒有這個信心 有 你想不想 你覺得行不行 行的 無論你的問題 現在有多嚴重 都不要緊 因為這個不難的 所以有人問我 趕邪靈行不行 一定行 我們會這樣說 聖經也有說 病 未必一定不行 醫治 聖經也有些人物 寶羅 提摩泰 以巴弗提 特和非摩 都是曾經有病 他們不是一直病 病到死的 不過總之有個病 以巴弗提幾乎要死 聖靈充滿的基督徒 都可以有病 所以我不能告訴別人 他一定病得醫治 不過我又告訴別人 邪靈一定說得出來 因為這是他走耶穌的路 邪靈一定會出的 還有憂鬱 情緒的憂傷 如果他肯走神的路 一定可以得醫治 但這個疾病 我們不能肯定告訴別人 雖然神一定有能力 神一定有能力 不過只是我們不知道 在這個情況 到底這個人 好像寶羅 都可以有病 我們不能絕對告訴別人 他一定是病得醫治 但我們會告訴別人 情緒和邪靈 神一定會釋放 因為耶穌會釋放人的心靈 如果我們想和別人說邪靈 我們有什麼要做呢 第一 就是帶領對方親近神 和進入聖靈充滿 因為有神的同在 就會把邪靈找出來 這是第一步 而在這個過程 我們很多時候發覺 就是那個人開放程度 怎樣開放程度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是習慣了誤性的討告 誤性的討告 其實都一樣可以達到神那裡 不過他的靈 不太開放 譬如我一直和他祈禱 他可能說 阿神呀幫我 阿神呀打開我心 阿神呀給力量我 他一直慢慢說 阿神呀我有很多問題 我有家庭很多問題 你快點幫我 他的心 很多事情想 慢慢說話的時候 他的心靈就不能開通 所以我們就幫他更加投入 而幫他投入 看見他不同的 是經歷多了 這就是聖靈的臨在帶來的 第一就是用心靈和輕鬆自由 起落地做恩典的討告 和愛慕神 一個就是恩典 一個是愛慕 恩典由上至下 神在愛我 神陪陪我 神和我一起 神祝福我 我們愛慕神 就是我們由下至上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那這種祈禱 經常多做 其實邪靈都會走 這種祈禱都會趕邪靈 那我試過在宣教的時候 就和人 就是這樣祈禱 很多時候 有些地方宣教的人 學武 他們真的排隊 他們未必每個都排隊 我都祈禱 看到那個人一邊看著我 那個人一邊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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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們都在等著祈禱 如果有對方一起去 就大家分配 但有時候沒有的時候 我就逐個逐個跟他們祈禱 那些情況 是很多時候看到神的 強烈的工作 因為他會比較渴慕 我試過一次 那個人 我都不是和他趕邪靈 就是祈禱 接著他就邪靈彰顯 我又和他愛慕神 但又趕邪靈 有個旁邊的人說 為何你現在在做什麼 在趕邪靈 為何你不是奉耶穌名 趕邪靈 我說耶穌在這裡 邪靈就走 不一定要趕邪靈 不一定要趕邪靈 邪靈才走 耶穌來他就走 所以當時來說 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沒有趕邪靈 但邪靈就要走了 所以第一就是親近神 而親近神很重要 就是相信神在愛我們 不要像我們要改變神 不是改變神 是神很想來到我們身上 所以在祈禱的時候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祝福我 幾句名詞 輕鬆、自由、開心 是輕輕鬆鬆的 很自由的 不要拘束的 又開心的 那你怎麼開心呢? 想到神這麼多恩典 神又給我們有天堂 神又給我們救恩 所以我們就感謝天父 做恩典的祈禱 神在愛我的 神陪伴我的 神一定釋放我的 又愛慕神 呼應神 感謝主 那就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神的強烈同在 是可感受到平安、輕省、能力、釋放、安慰 譬如我和人祈禱 都有不同的狀況 當我專注為一個人祈禱 而投入的時候 是會感受到靈略更大 我自己也感受到的 還有參與的人 如果投入一些 是越祈禱越強烈 這才是一個例子 這才是一個例子 我祈禱在祈禱的時候 我發覺神的同在加強 有些情況 我們剛剛才祈禱神的同在的程度 不及於某些聚會 我們曾經試過有的 可以進入更強烈的同在 我試過一次帶一個人去宣教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讚美神 一路大敬拜和祈禱 我們一起去 有一個姊妹 她就不斷充滿起來 在地上不斷笑 在地上不斷笑 很久很久 我後來問她 我問她 當時有什麼經歷 她說 我整個身體是電流 經過整個身體 充滿起落 充滿很大的能力 人可以進入一個 強烈的神的同在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渴慕 在家裡都是這樣 用長的時間 長一點的時間 這樣的時候 什麼邪人都走光了 而且你為人祈禱也很快 那些邪人會走的 然後神的強烈同在 就祝福人 然後神的強烈同在 就把潛伏的邪靈彰顯出來 我們為人說的邪靈 起初沒有什麼反應 後來才出現 但有些人 他強烈邪靈 就很快 強烈邪靈 五秒 立刻彰顯 立刻就硬了 或者叫 我曾經有一個 他的手就硬了 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 整個人有失控 硬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邪靈 這個都放在網上 就跟他講邪靈 然後他就 他就說 我看著眼神 是蒙的 還有手不能動 那一路跟他講的時候 鬆點 最後我說 你願不真的將生命給耶穌? 真的聽神的話 服侍主 他真的說願意 他一發服侍主 立刻鬆 然後他看到天使 在天上拍掌 他看到三對手掌 在那裡拍掌 白色的 那他就很開心 一路分享的時候 笑得很開心 那這個是一個其中的例子 就是 是很快 按手即刻 它是即時硬了 然後呢 釋放也都是很快 即時釋放到的 看得到 神的同序很大的祝福 然後 神強烈的同序也都會將赤霖趕走 所以這一步已經可以將赤霖趕走 所以這一步已經可以將赤霖趕走 而我都說過這三種的討告 恩典的討告 就是宣告 你可以跟我一起說 耶穌愛我的 耶穌陪伴我的 耶穌陪我的 耶穌跟我一起 耶穌跟我一起 耶穌關心我的 耶穌釋放我的 耶穌釋放我的 即是這些所有神做的事情 然後敬拜的討告 就是多謝天父 一起說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我愛耶穌 我愛耶穌 我需要耶穌 我緊靠著耶穌 我拔著耶穌 我拔著耶穌 我歡喜有耶穌 這都是我們向神 然後互動的祈禱 就是一邊祈禱一邊 深信神現在很歡喜 神現在笑到見顏不見顏 神很開心 而且確實是如此 你的心一喜歡神 神是很歡喜的 因為聖經也說到 《詩編911》 因為祂專心愛我 所以我要達救祂 我要使祂放在高處 叫祂成為尊貴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祈禱每一次都深信 耶穌現在很開心 就不是說我什麼厲害 而是說神就是這麼好的 神就是見到我們親近祂 祂就很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祈禱更加有信心 以及更加享受 因為有些人祈禱 祈禱這麼久都不可以 都不知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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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況就會 心沒有信心 但是祂正在幫我 祂正在聽我 祂正在回應我 這樣的時候 心就會更有信心 然後我們要斷絕這些事情 即是說 我們想幫人透徹 離開 趕走邪靈的時候 尤其是人的邪靈比較嚴重 我們就要做這一步 一起讀一下 奉主名憎恨罪和決意離開罪 因為罪就是被魔鬼留地補的 願意憎恨罪和決意離開所有罪 願意完全將生命獻給神 就不被魔鬼和罪控制 因為罪是很恐怖的 但是很多人 就算基督徒都會享受罪 我聽過基督徒在教堂裏面 亂搞女孩子 真的有這種情況 他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他說 我悔講就可以了 我求耶穌食物就可以了 他沒有想到罪有破壞性 會破壞他的生命 或者是煩惱 不開心 他不知道這些是破壞 所以我們要憎恨罪是破壞性的 有漢福音五章十四節一起讀 後來耶穌在殿裏遇見他 罪他說 你已經全預料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希望大家記得這經文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我們就記實了 犯罪是遭遇得更加厲害 有些什麼遭遇呢 邪靈回來了 病回來了 整家有很多問題 整個生命破碎 這都是我們知道罪是不好的 即是說 用廣東話說 好像拿屎上身 另一個意思 總之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拿一些癌症 或者是愛滋病的針 刺到自己的身上 有沒有人這樣做呢 找一些愛滋病的針 刺到自己的身上 看看有什麼後果 我們挑戰愛滋菌 有沒有人這樣說呢 好了 然後呢 罪還有另外之外 影響我們 就是一起讀 願意處理人的問題 負面思想情緒 就是 所有人的問題 就是被人影響 和負面思想情緒 這些都要處理 詩篇118篇六節 有些說 幫助我 我必不具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即是我們就深信 神幫我 我不用怕的 人能做什麼 他罵我又怎樣 他罵我又不能死 我不用一定要受傷害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有他的問題 我可以 我心裏輕省 但我又祝福他 我以善性惡 這就是德性 羅馬書12章21節 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要以善性惡 這就是 神的方法就是德性的 跟從神的路就是德性的 真言十七章22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憂傷的靈事骨枯乾 因為當一個人憂傷 煩惱 重膽 骨就枯乾 骨枯乾 整個人都枯乾 整個人的生命都枯乾 所以我們想活得快樂 喜樂 和不給魔鬼留地活 就是處理情緒 但很多人就覺得 情緒是人生必然有的一件事 即是 負面情緒 當然是不開心 當然是煩 他覺得 不順利當然是煩 但其實這是一個謊話 有不開心 有困難 當然會煩 不過問題是否經常煩 煩一煩 當然會有的 那你是幾秒鐘 幾分鐘 幾個小時處理 都可以接受的 但有些人真的幾天 幾個星期 幾月 幾年 幾十年 一直都煩惱 那時候他真的屎骨枯乾 那何必呢 何必受苦呢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破壞性 而破壞了之後 整個生命破碎 其實我見過很多種不同款的破碎 我見過有些人 年紀已經是中度的大了 即是四五十歲 五十幾歲 做工又做不到 經常被人炒又軟 家庭又破裂 又沒有朋友 跟別人溝通 又經常都淡淡沉沉 說他的事 我真的覺得他整個生命都破碎 我真的覺得很慘 這種一種的破碎 另一種的破碎 就是又不讀書 又不做工 又躲在一個房間 還有父母照顧 但是呢 將來不知父母不在 的時候會怎樣 這是另一種破碎 有些人打遊戲打到失控了 有些人結婚 但有婚外情 家庭一直破裂 即是人可以有很多問題 將他整個生命破碎 這樣的時候是很可惜的 而我們就可以去救這些人 去幫他們 教住耶穌 將他們由罪惡拉出來 由憂傷拉出來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大家有心 你可以去Maisy的報道幫他 就是有些人來跟他聊天輔導一下 如果太多人滿了 就帶他出去餐廳那裡輔導完 才載進來 這個也是一個操練機會 因為他的報道經常都會前夫 這樣就是主 好了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一起讀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這就是神的心 就是早早飽得神的慈愛 我們可以活在神的愛 不過很多基督徒 沒有這個觀念 他說神愛世人 神愛我們 不過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飽得 即是說 我是信有神的愛 不過神的愛在天上 神的愛救我 第二天去天堂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的飽得 神的愛是可以經歷的 是現在可以經歷的 所以飽得是有這個意思 Be satisfied 英文是 Be satisfied with the love of God 就是神的愛 令我們飽足 整個人滿足 我們一生一世開心快樂 這就是 情緒問題 要這樣處理 放下 又深信神的愛 而我自己發覺 其實神都用不同方法教我 因為我的影響是甚麼呢 是心急 經常都想快點做 做一件事 做另一件事 譬如我洗禁會 我想快點做完 我就寫我的東西 我發覺 我寫的東西 我做的時候 我就沒有急 我洗管 做其他東西 我就心急 因為我對他沒有什麼興趣 我就想快點做完 就可以做這些 但我發覺不行 我發覺 我會不舒服 那我就怎樣做呢 我自己發覺 心很專注在神那裏 一邊吸塵 一邊洗門 一邊專注在神 耶穌 多謝 那我就沒有心急了 原來發覺 我的心一專注在 就算我要做甚麼都不行 這個東西都不應該我的 但我專注在耶穌 就是最好的 或者專注在困難 那些人幫多少都幫不到 專注在某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煩了 但當我專注在神 耶穌 你真好 大家學習 嘗試做這些 多謝耶穌 耶穌真好 耶穌可以釋放我的重擔 耶穌可以陪伴我 耶穌現在就在祝福我 哦 他的心就專注在神那裏 你嘗試一天 盡量多些時間 就算你做其他事情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人就 越早飽得神 平安、興爽和愛 所以這裏處理 每個人不同的 每個人的問題不同 而我們幫助人 幫助人 也有很多人很困難 因為他習慣了煩惱 我們怎樣幫助他 所以一定要我們有這個經驗 而且要聆聽他 不要那麼快教他 聆聽他、關心他、接立他 然後引導他 或者跟他思考怎樣處理 亦都為他祈禱 有時候有些人很煩 我就會跟他說 譬如我先為你祈禱 耶穌這一陣子可以把平安給你 你明白耶穌的平安 然後才去大家談談問題 然後跟他一起站起身祈禱 然後鬆了 是不是耶穌? 是呀 你想耶穌祈禱祝福你 想 你想要平安 然後我才去輔導他 這也是我們要學習操練的 好了 下一個 或者說到罪 和負面思想 被人影響 和負面情緒 邪靈的關係也是要斷絕的 一起讀一下 奉耶穌基督的名 斷絕邪靈的關係 就是心中完全與情一刀兩斷 即是心是同一刀兩斷 或者任何的罪一刀兩斷 什麼不好的就是一刀兩斷 如果人 就不是同一個人一刀兩斷 是同那種負面思想一刀兩斷 那種憎恨不饒恕一刀兩斷 以法所書四章二十七節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高倫多後書六章十四節 二和不二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基督和比裂有什麼相和呢? 我們一定要跟他斷絕關係 但人我們不是跟他斷絕關係 而是跟背後的勢力斷絕關係 而人我們是祝福他的 但是找朋友 我們就不會找追求 找罪人做朋友 因為他就會影響我們 但是我們關心他 我們是出於幫助他 什麼叫朋友呢? 我們有想談的時候 找他談 我們有些活動的時候 想找他一起做的 那些就是找一些愛主的 能夠有正面溝通的 而不是找一些 因為在罪中的人 會影響我們 然後就奉主明 趕逐邪靈和求主醫治 馬克福音十六章十七節 信的人 哪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安明趕鬼 手按病人 病人就哪好了? 即是無論是醫病趕鬼 其實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醫病趕鬼 我所說的都是一樣的 都是說 首先和神有親密關係 一直親近神 然後斷越罪的關係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邪靈的影響 首先病都可以出於邪靈的 亦都可以出於身體的 但是我們都一樣可以 即是看情況 有些祈禱我 我會和他講邪靈的 有些我會的 看情況 而我們有這個權兵 而這個權兵是給多少人? 所有 所有 所有信的人 但是呢 就一定要那個人處理生命 如果沒有處理生命 是怕這個人的邪靈傳遞給他 那個人的邪靈可以傳遞給他 或者情緒、抑鬱傳遞 我們就要處理了 所以其實 處理到 你就可以發揮 這個 我用一個圖畫 給大家想像一下 譬如當你處理生命 譬如你未處理生命 你的生命提升 只能夠少少少少少 但當你一處理好生命 為什麼呢? 你噗一聲就升很多倍 為什麼呢? 你可以開始為人祝福祈禱 你可以輔導人 而在未曾處理到自己的問題 可能很多問題 很綁住 不開心 沒有信心 煩惱 搞不定自己的事 怎麼會幫到人呢? 但是當你一處理到 一方面有聖靈的能力 一方面有信心 心又輕鬆 又有能力 又有智慧 還有經驗 如何處理問題 這時候就突破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來 當你一升到 處理生命的層次 你生命的提升 是會很高度很高度的 例如你用的努力 可能不是那麼多倍 例如你的發揮 可能有六十倍 假設 六十倍 但你處理生命用的努力 你可能是提升一些 你提升一些 但果效可能是六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處理生命的果效的大 就是你用的努力 為何用你努力呢 就是他罵我 我需要放在心上 我便祝福他 不要緊 我專注在耶穌 耶穌 我以為你愛我 你不會這樣罵我 我不用受他影響 你又專注在 我用一些的努力 但果效就是 有百倍 千倍 所以希望大家 珍惜你的生命 你珍不珍惜你的生命 我們有的 神 神就是我們有的 最重要 但始終你本身有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錢 我們的屋子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的生命 是我們有的 我們進入永生 或者有人進入永刑 永刑不信耶穌 他有的生命 去到哪裡 這個始終是 我們最後觸實 就是我們的生命 始終有的就是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有神 我們的生命 就永遠得福 所以我們的生命 是要珍惜的 好了 如果有齊靈章 這時候不用怕 不用緊張 輕輕鬆鬆 有信心 將齊靈吹出來 剛才我講講的 就是 要人福音二十章二十節 二十二節一起讀一下 說了者說 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 你們受聖靈 和士靈主義二章二節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象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座的屋子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了 這裡看到兩個經文 一個就是由蘇向門吹氣 第二就是當聖靈降臨的時候 好像有一陣大風 即是說聖靈的運作 都可以透過空氣 亦都好像一陣大風那樣的作為 既然聖靈 聖父聖經聖靈 是創造天使 天使墮落變邪靈 所以它都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很重要 是不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是邪惡的 但它相似的地方 亦可以透過風傳遞 所以就吹它出來 而我用了幾個名詞 第一不用怕 我小時候我記得我怕黑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父母就上班到很晚 我就坐在地上 我們那些板間房 有家人就有禮的呼聲 有些人都沒聽過禮的呼聲 有他們的收音機 晚上十二點鐘做什麼 夜半旗談 我就坐在那裡聽 聽完發夢就發現鬼 想去小屋間 那小屋間有鬼 但去小屋間去也是急 因為心就很害怕 不敢去 心就很害怕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的生活 亦會怕黑、怕鬼 但想到耶穌之後就不怕了 但有時候 有時候一些情況都會令到我害怕 但現在趕邪令 趕得多 完全想都不想 一點都沒有怕 希望大家趕邪令 不用怕 一點都不用怕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說 我怕越沾染 那怎麼辦 沾染就趕出來了 給一些機會去處理生命 讓我們趕出來了 讓我們知道 原來 令到我們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處理了沒有問題 其實如果我對基督徒真的有沾染 我覺得不是那麼恐怖的事 因為奉耶穌不能趕走 知道下次要小心 不要再犯罪 不要讓魔鬼留地 就不會沾染了 像我這樣 為這麼多人趕邪令 我又不見到有什麼影響我 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人和我一起趕邪令 趕後 接著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現在坐在街上 街邊坐在那裡 我現在很想死 就是他裡面的情緒 影響他 他就有這個破口 但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如果你有信心 耶穌在愛我 耶穌有得性的 我不想在罪中 我要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怕 其實是很好的 沒有有怕的 如果有些煩惱 你就經常怕 死了 我又做得不好 那何必這麼煩惱呢 所以我們最好 就是什麼都不怕 因為有耶穌 又不用緊張 也不用說 哎呀 走了走了走了 不用這麼想 有時候我還要祈禱 有些就很快經歷 有些很慢 不要緊 就當自己親近神 阿里路呀 感謝耶穌 那就輕鬆 不用說 那個這麼快經歷 為什麼這個這麼久都不經歷 沒什麼所謂 是他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我就是享受神 感謝耶穌 那就不用緊張 輕輕鬆鬆 又有信心 神一定要做事 我真的往往看見有些人難經歷 但慢慢他又經歷了 所以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有信心 將整天吹出來 一定要走 就是這樣 吹的時候 心裡 因為吹他講不出話 我說 你的心相信耶穌可以將他吹出來 你的心相信 聽他吹出來 我先講那個女生 一吹就鬆了 他現在是做了宣教士 他現在 後來他就讀神學 現在是宣教士 就是一次相遇 他本來是一個懶惰基督徒 他是偶然回小組 但自從那時候 開始他就穩定了 然後他就讀神學 現在就是宣教士 所以希望大家對於講邪靈 不用怕 這也是講法 就是要解釋 這個邪靈 聖靈可以透過空氣傳遞 人的靈 天使的靈 邪靈都是來自聖靈 不過人的靈 就不能吹出來 因為我們有身體約束 天使因為他沒有身體 他的靈是自由非物 但人的靈是住在身體裡 而當我們和神有親密關係 是不用怕邪靈 什麼都不用怕 以復所書六章十六節 此外又拿著信德 當作銅牌 可以滅盡難惡者 一切的火箭 為什麼信心可以這麼厲害呢 因為信心基本上就是 神做事我放心 一起說 神做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神一定會保護我 神一定會保護我 神一定會祝福我 人家跟我說什麼 不用怕 不用理會 不用擔心 我會處理 但我不用被他影響 我有信心 他罵我 沒有問題 有什麼攻擊 不要緊 神一定會保守我 即使有些人圍攻我們 耶穌曾經說的說話 比拉多審他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回答我 耶穌就說 比拉多說 你之前有權兵釋放你 也有權兵將你釘十字架 耶穌說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毫無權兵辦我 但當時耶穌是囚犯 但他的說話是有權兵的 如果不是上頭給你 你現在沒有權兵辦我 所以任何人攻擊我們 或者想炒我們魷魚都沒有權兵 如果神用了他炒我魷魚 神會為我預備另一個工作 這就是我們對神的信心 還有我們趕邪靈要隨時分辨受助者的狀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有不同的狀態 我們根據他的狀態來做事 一起讀一下 第一 他是否相信神愛他或接立他 他是否相信神能趕出邪靈 他能否集中或投入在討報中 他有沒有能力或意志合作 他願否放下罪情緒人際問題 他能否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他願否將生命獻給主 也詢問他的經歷和釋放的程度 這裏有什麼意思呢 分辨什麼呢 他是否相信神愛他或不接立他 你聽他說話他會知道 他一直說他都不太相信 這樣的時候趕邪靈是難很多的 第二 他是否相信神後趕邪靈 他有些很擔心 第三 他能力集中和投入討報 這件事我們問他 有些人一邊騎禱一邊發夢 第四 他有沒有能力和意志合作 有些人有邪靈 他真的無法合作 但他無法合作 他無法合作 我剛才說的那個 是馬上暈倒的 那我就說 你呼吸 心呼吸 他不是暈倒 魔鬼影響他 以致他沒有反應 即是不能有反應 我就說 在這個情況 你盡量深呼吸 心想著耶穌叫他趕走 那真的 他就這樣 幾次之後 開始他就有反應了 開始怎樣呢 眼睛可以懵懵地看著我們 那 繼續跟他說 他又可以吹氣了 然後他慢慢 他就可以大力吹氣了 然後他可以奉耶穌靈 開聲說邪靈要走了 一步一步 他就合作 他有沒有意志和能力合作 有些人真的沒有意志合作 他覺得不行的 不行的 第二 就是他願意放下罪 情緒和認真問題 有些人不肯 有一個人我跟他趕邪靈 趕了之後 趕了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邪靈走 但他又憎他的丈夫 他不肯饒樹 始終我回來 我離開了香港十多年 回來又是一樣 這就是一個很可惜的情況 他說他能不能够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能否 能否 其實人人都可以 不過他不懂得親近神 不懂得依靠神 不懂得放下重膽煩惱 不懂得處理生命 有很多人真的不能 不是神不能夠 是他不願意 或者他想 但是他的意志太薄弱了 也都過程 我相信有很多是這樣的 比如這樣 他一煩 他煩當然是罵他 當然煩 當然想死 有些人的自然反應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的習慣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破除這些習慣 他不能夠是因為他的習慣很強 以及他的信念 趕不走 不能夠康復 即是他的信念是這樣 第七 他願否將生命給主 因為很多人實際上不想 他只是想鬆了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甚至有些人稍微鬆了他就不來了 他都沒有鬆完 但他就不再來 因為他覺得 我現在不想死了 現在可以了 我現在可以上班 那他就算了 有些人就會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分辨他 以及詢問他的經歷 以及釋放他的程度 知道他的情況以後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怎樣繼續為自己 我一起讀一下 每天活在神的愛中而得力 每天處理負面思想和情緒 處理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問題 常做恩典的討告和愛慕神的討告 再四年充滿狀態 趕逐邪靈 將生命獻給主 全身輕鬆侍奉主 邪靈變更容易被趕出去 這裏講到自己為自己趕邪靈 第一就是活在神的愛而得力 每天都說耶穌在愛我 我真的愛我 這要入心 要做好相信耶穌現在 在看著我 你可以將他 visualize 但不用想耶穌的樣子 即是圖像化 耶穌現在好像想著耶穌站在我後面 一直按照我身上 在祝福我 愛我的 這樣相信 不用想他的樣子 第二就是處理負面思想情緒 加上罪 即是任何的罪 負面思想情緒 以及生活和人際問題 生活上有什麼問題 然後經常做恩典和愛慕神的討告 經常親近神 在聖年充滿狀態 將邪靈趕出去 即是親近神 然後奉耶穌命趕邪靈 但多些時間是親近神的 然後將生命獻給主 全心輕鬆是夢主 邪靈更容易釋放 因為耶穌說 你們當父我騙 學我樣式 只要你們生女就必得享安息 這個享安息 也就是邪靈走 除了重担 就是當我們將父耶穌騙 學耶穌的樣式 這就是我們持續做的 廣邪靈的能力是有程度的 在馬帝十七章十九節 門徒暗暗的 到耶穌跟前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 你可以一起讀 說出那鬼呢 耶穌說 是因你們的信心少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又有信心 像一粒戒在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羅到那邊 他又必羅去 並且你們會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於這類的鬼 若不討告禁食 他便不出來了 這裡講到 有些邪靈是要討告禁食 就是說這個人為人趕邪靈 我都必定要高度地處理生命 和神有一個強烈的同在 然後趕邪靈是比較容易的 那就是說 邪靈是有大鬼和小鬼 有惡些的 而惡些的是需要 那個趕的人更加投入 被趕邪靈的那個人 也是需要更加投入 然後才能夠趕的 那就是說聖靈的能力也有程度 神的同在也有程度 很明顯耶穌趕邪靈和我們是不同的 耶穌趕邪靈和我們都是很不同的 我們和門徒都是有很大的距離的 那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地方 OK 好 我們今天所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信心去做 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意見那個人有邪靈 如果你陸續為人祈禱 你就會發現有些人 你問他 你覺得怎樣 他說我覺得忍住 覺得不舒服 有些是情緒 有些是邪靈的壓抑 那你就跟他做 如果你試過做一次 你就會說 咦 我都做到 那就算不趕得了 那又怎樣 那就下次做 其實有些人是 沒有趕得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罪 和他不肯合作 不肯把生命馬上給耶穌 那不要緊的 總之你有做 就好像全方 他未必信了 但是不要緊 我們正在做了神的歡喜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去做 自己為自己做 讓自己得釋放 那一會兒我們就操練了兩個兩個做 也都留意一下 在這個陣的時候 其實多些是親人神 不是多些說邪靈 多些親人神 放下些重担煩惱 然後都說一下 在過程中 有沒有怎樣感受神的臨載 有沒有加強 就是我們中間未必有邪靈的彰顯 但是你做習慣了 你以後跟別人做都一樣 那怎樣加強呢 譬如我們中間有些人 比較敏感到聖靈的能力 譬如剛才那兩位姐妹 她祈禱的時候 她都會馬上向後倒 她更加敏感 你可以用她做操練的對象 為了祈禱 你就投入 你看看 是否神的同在加強呢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都是很敏感聖靈的 那你就試一下這樣做 也應該試一下做這個 釋放邪靈的過程 就是說 處理罪、處理情緒 那些 你可以問一下她 然後 我們不能很長時間去輔導 但是問一下她 然後 就去放下 放下 然後就去親人神 去處理 可不可以嗎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耶穌給我們信心 一起起身 主耶穌求你賜給我們信心 靠著柳間給你 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譬如你說信的人 必有神跡除弱他們 就是奉耶穌名趕鬼 主啊你賜給我這個權力 求主你幫助我們有信心 靠著耶穌我們凡事都能做 你已經給我們權力 可以淺乏蛇和蝶子 又勝過受你一切的能力 原來有什麼能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怕 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靠著耶穌必定得勝有餘 多謝耶穌 求主你使用我們 在這個世代 更新更多人的生命 為更多人祈禱 讓他們得色放得安慰 趕出邪靈 讓他們經歷聖靈 經歷生命的更新 提升他們的生命 當我們見到一個人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更加是變得豐盛了 我們就更有信心 我們可以祝福更多人 多謝主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賜給我們行狗跟從你的心 多謝耶穌 天安 二天 三不十分 八道 一天 二天 一門 三千 二胸 三千 三千 是 二千 三千 三千